現在有沒有有點擔心或者後悔 沒有後悔的 當時也不知道 都會有點影響 未必再解釋 因為早上買了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不擔心會 情報送機就突然沒有了 因為吊燒牌照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如果回來要再找機票 要多些成本嗎 我想都是多幾百元 不會很多 台灣應該不會很厲害 還有現在香港這麼亂 誰來呢 坦白說